斗罗大陆5 重生唐三 作者 唐家三少 第117章 靠近任务区域 难道说王家兄弟以及灵木雪之前无法修炼子籍魔童是因为血脉层级不够,而天湖血脉的层级够高,能够驾驭子籍魔童,所以到了独白这里,就变成能够修炼了,这个可能是有的。 如果子籍魔童能够持续帮独白提升精神力,以唐三对天湖之眼的感受,这天湖之眼在吞噬精神力的情况下,是有提升的可能的。 那么,独白的提升也就变成了可能。 吃过早饭,众人不可能再继续停留下去。 武兵记和唐三都之导镇长在暗处跟随。 他们再次上路,继续向丛林深处而去。 按照地图显示,他们还有一天左右的路程,应该就能进入叉翅虎的活动区域了。 一路行进,再遇到落单的妖兽,武兵记便没有再谨慎地要求大家不要动手。 与妖兽作战对他们来说是最好的磨练方式。 就连程自成都不只是侦察了,用出自己刚刚开始练习,还有些生疏的精翅披风斩,配合大家一起攻击。 因为程自成是初学,在面对武阶妖兽的时候还是会有失误,但有唐三和武兵记在旁边,自然不会有太大问题,更何况顾里的时光便最大的优势就是容错率高。 一旦乱披风吹法施展失败,没能衔接上,他就定住对方一下,重新再来。 这一天,他们的收获比前一天更多,又猎杀了七八只妖兽,其中一直是和列帝蜥蜴同等层次的五阶巅峰妖兽。 喜笑颜开是对整个小队的最佳描述。 这次出来,实力有所提升,战斗经验增加,还收获了这么多妖兽,真的是赚个盆满钵满啊。 小唐,以后再出来做任务,一定要叫我呀,随叫随到,完全听你指挥。 心情大好之下,顾里变得活跃了许多。 一想到等自己把乱披风锤法炼成之后就可以打败张泽斌,他就非常兴奋。 唐三微笑道,好啊,这样的实战,对于大家提升实力都是有很大帮助的。 经过磨练之后,大家回去修炼一段时间,再出来磨练,对实力的提升会有比较大的好处。 五兵纪从旁提醒到,也不能大意,家里山脉还是非常危险的。 根据学院的记载,咱们出来找叉翅虎的这条路相对来说是比较安全的。 因为这边的区域没有什么宝贝,相对干燥的环境,不太适合那些灵草生存。 换了其他方向,我们碰到的可就不只是这些弱一点的妖兽了。 大家不能因为之前的收获就有所大意。 还有就是,我们即将进入叉翅虎的活动区域,从这个区域开始,危险系数就要增加了,一定要小心。 此时已经临近傍晚,从地图上看,再加上辨别了方位,他们已经要接近叉翅虎活动区域的边缘地带了。 是,其他几人同时答应一声。 武兵记沉声道,我们找个地方休息吧,今天提前休息。 调整好之后,明天再进入叉翅虎的活动区域。 今晚我和顾礼,唐三轮流守夜,你们也都先不要练习新能力了,时刻保持最佳状态。 是,众人再次答应一声。 今天早上出发的时候,武兵记说了他们此行的任务目标,让其他三人也知道了情况。 出乎他意料的是,知道要面对的对手很可能是七阶的叉翅虎,顾礼,程子诚和独白都没什么反应。 程子诚甚至还提出,要使叉翅虎飞起来,他在空中截击之类的建议。 在那个时候,武兵记就知道,自己这几个师弟,师妹因为之前太顺利,有点挑了。 只要他们联手,五阶巅峰的妖兽都坚持不了多久,武兵记是六阶,唐三不是六阶胜四六阶。 大家还是团队,面对七阶妖兽怎么了,应该也没问题啊。 这就是其他三人内心的想法。 对此,武兵记心中是有些担心的。 唐三没表现出什么情绪上的变化,武兵记想了想还有阵长跟着,也不用太过担心。 唐三的想法其实很简单,没经过现实的打击,永远不知道世界有多可怕。 这些年轻人,需要好好打击一下。 而且,打击得沉重一点,才更有利于他们提升。 所以他现在根本不用提醒什么,等危险降临的时候,现实会让大家知道厉害。 他有着前世的经历,很清楚在什么情况下才最容易激发潜能, 不仅是伙伴们需要激发潜能,他自己也需要激发潜能。 众人找了个地势较高的地方,简单地吃了些东西,就早早地开始休息了。 武兵记先负责首页,其他四人在树上。 天色渐渐暗了下来,虽然它们是在一个山坡上,但有大树的遮挡, 星月之光也不是十分明亮,所以周围的切兜显得十分的暗淡。 时间分一秒地过去,树上的四人都沉浸在冥想之中。 正在这时,闭合着双眸的唐三突然睁开了眼眸,眼底闪过抹淡淡的光芒。 精神力增强之后,他的感知力也大幅度提升,有动静。 他低头向下看去,下方的武兵记还没有任何感应, 只是坐在那里关注着周围的动静。 就在这时,山林之中一声风啸响起,凛冽的山风吹袭,带来阵阵寒意。 武兵记打了个寒战,他的警惕性还是很强的,瞬间就站起身来, 鼻子抽动,嗅着什么。 下一瞬,他的眼神出现了瞬间的呆滞,紧接着就一掌拍击在身后的大树之上。 正在树上休息的几人受到震荡,顿时都醒了过来。 哎哟,独白的身体控制力太差,震荡之下,一个不好就要摔下去,口中也是惊呼出声。 唐三赶忙一把拉住他,帮他坐稳。 抱紧树枝,你就在上面别下来。 唐三提醒了他一句,然后纵身跃下,来到了武兵记身边。 顾李紧跟着唐三跳下树来。 承子承没有下树,但也已经释放出自己的金棚变, 双臂化为金翅,在身体两侧张开,目光锐利地看向下方。 大师兄,怎么了? 顾李向武兵记问道。 武兵记道,风里面有星气,有可能有妖兽过来了, 应该是闻到了我们身上的气味。 很多妖兽的嗅觉都是非常敏锐的, 尤其是对血腥气和一些陌生的气息。 对于妖兽来说,人类的气息是陌生的, 甚至是香甜的。 准备战斗。 唐三轻声说道,身上已经有青光缭绕。 顾李也已经完成了时光变变身, 全身笼罩在厚重的灵甲之中, 长长的大尾巴略微翘起,尾锤轻轻地晃动着。 面对有可能出现的妖兽,顾李是有些亢奋的。 他练了两天乱披风锤法,已经摸到了一些门道。 现在前三次攻击他基本没问题了, 能够保证借力打力,一锤胜过一锤, 巴不得有敌人到来,给他练练手呢。 呼呼,又是一阵强风吹袭。 果然,在这山峰之中,有些许的兴气存在, 不得不说,武兵记的嗅觉还是十分敏锐的。 玩,记得订阅,开启小铃铛,点赞和分享哟。 请不吝点赞和订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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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点赞和订阅。